1.我要去闯闯 明朝万里年间 平阳府湘宁县有一户叶姓人家 主人邪太在湘宁城里经营着茶叶生意 叶家虽不能说是富甲一方 但也算是一个殷世人家了 邪太死后 他把生意全部交给了儿子叶俊良 这叶俊良也就三十来岁年纪 按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可他似乎对生意一道不太擅长 父亲死后没多久 他就把叶家的生意全部转手卖给了别人 整天混吃混喝 坐视山空 一段时间后 也不知道他发了哪门子神经 竟然有了去江南闯荡闯荡的想法 尽管妻子张氏多次阻拦 可他丝毫不为所动 一心就要去外面看看 叶家有个老婆叫叶三 今年五十多岁 在叶俊良还没出生的时候 叶三就来到了叶家 跟着邪太走南闯北 邪太此人为人和善 再加上叶三中心耿耿 邪太根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仆人看待 说是兄弟也差不多 有了这层关系 叶俊良对叶三自然是客气了不少 这一天叶俊良把叶三叫到身边说道 叶老叔 我计划外出一段时间 在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家里的一切可全靠你照顾了 对这个和自己儿子差不多的小主人 叶三是恨铁不成钢 自从叶俊良有了动身江南的想法后 他也曾劝过 可叶俊良根本不听 听到叶俊良这样说 叶三塌了口气说道 你放心我叶三这条命是老爷给的 只要我在这里一天 我就会保护好夫人和小少爷 断然不会让他们受半点委屈 湘宁地处山西西部 境内山林密布 有不少强盗躲藏在里面 这些贼人三人一伙五人一群 时不时的就会下山来大户人家打劫 所以叶俊良才会对叶三由此吩咐 叶俊良的妻子张氏 这事也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 你非要走吗 咱们家现在虽说没了生意 可积攒下来的钱足够我们一家子花了 为什么要出去 叶俊良瞪了一眼 妻子说道 大丈夫置在四方 难道整天让我待在家里混吃混合等死吗 你可负到人家懂什么 气的哭喊 老婆的劝告始终没能留住叶俊良 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二 大义灭亲 自从叶俊良把生意转手卖给别人后 就把家里的仆人都遣散了 叶俊良走后 现在家里只剩下张氏母子和叶三三个人 叶三多年前已经成婚 还在外面买了间房子 为了照顾孤儿寡母 叶三又搬了回来 叶家住的是个二进的小厮和院 叶三住在外院 张氏母子则住在内院 这天深夜时分 在宅子外面又溜达了一圈后 叶三刚刚躺下 忽然一阵救命呀 救命呀的叫海声从内院传了出来 叶三心里一紧 马上翻身坐了起来 朝着内院跑去 来到内院一看 只见正房的大门敞开着 一个男子醉醺醺的站在门口 硬要往里闯 张氏在正房里站着 手里拿着一把剪刀 身后 叶俊良的儿子 春儿此刻正被吓得哇哇大哭 叶三瞬间明白了 有人要对张氏不轨 叶三赶紧跑到最汉跟前 一把把他拽了下来 仔细一看 最汉正是他的儿子叶福 叶福其人 年纪和叶俊良差不多 平日里好吃懒做 三十好几的人了 还没娶上媳妇 多亏自己来得及时 不然肯定会酿成大祸 看到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竟然做出了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 叶三瞬间大怒 他先是给了儿子几巴掌 然后又拿起木棍把他打倒在地 打了一顿之后 叶三朝着张氏跪下来 少夫人 我叶三对不住你 今天叶福做下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 我对于儿子今天晚上的所作所为 叶三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虽说有叶三这个忠心老婆在身边 可自从丈夫走后张氏几乎天天失眠 今天夜里把儿子哄得睡着以后 他正准备睡觉 忽然一阵响动传了进来 他赶紧点着了灯 为了以防不测 又顺手拿起了剪刀 悄悄走到门口 只见一个罪汉已经站到了正房门口 亏得他有警觉 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张氏这时仍然惊魂未定 待知道那个罪汉 就是叶福后他没有多说什么 关上门转身回到了屋子里 叶三此时羞愧难当 一边是对自己恩仲如山的叶家 一边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他该怎么办 只见他对着正房磕了几个头 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 顺手抄起手里的棍子朝着儿子走了过去 在叶福的叫喊声中 叶三举起了棍子朝着儿子的双腿打了下去 只听了 哎呀 哎呀几声叫唤 叶福的双腿被打断了 此时的叶三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随后 他把儿子背在身上亮亮呛呛地 回到了自己在外面的家 回到家后 把这个宝贝儿子交代给老婆后 他又赶回了叶家 三 独臂老婆 尽管叶家已经没落了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外人特别是一些强盗眼里 叶家现在只有一个老人 一个女人 一个孩子 他们便把抢劫的对象对准了叶家 这天夜里 一阵叫唤声把叶三惊醒了 他赶紧翻身起床 来到院里一看 只见大门已经被打开了 八九个手持钢刀的贼人正往里面闯 叶三大叫一声 谁 为首的一个贼人把手里的火把一举 冷笑着说道 哥几个饿了几天肚子了 今天上门找点钱哗哗 说完 就要硬往里面闯 关于叶三的来历 家里的人只知道他是被邪态收留的一个乞丐 实际上 叶三原来也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 一次在作案当中身负重伤 被外出回家的邪态救了下来 从此他就改邪归正 叶三手下也有点功夫 要不是现在老了 年轻时 他还真不把眼前的这几个毛贼放在眼里 看到这伙窃贼凶狠的表情 叶三知道来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他没有多说 拿起随身携带的木棍就和强盗们站在了一起 强盗们虽说人多势众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敢和他们硬碰硬 于是拿起钢刀就和叶三打在了一起 一番混战之后 贼人们被打退了 可叶三也受了重伤 他被砍掉了一只胳膊 四 我回来了 邪态死后 叶俊良不善经营 叶家的生意一落千丈 后来尽管把生意全部转手卖给了别人 可也没落下几个钱 叶俊良临走时 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 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银两 他走后 一家子省吃俭用 但没过多久 家里的钱就花光了 吃饭都成了问题 没办法 叶三又把自己多年积载下来 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拿了出来 总算让张氏母子两个没有饿着 叶俊良走了也有五年了 在这五年间 他没有任何消息传到叶家 就在张氏和叶三 以为叶俊良早已喝死他乡的时候 他忽然回来了 叶俊良并没有衣锦还乡 此时的他看上去和一个叫花子并无二意 原来叶俊良外出闯荡以后 外面的世界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混 先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墙的 侥幸脱身之后 又被人狠狠骗了一把 到最后落了个身无分文的下场 见外边混不下去了 便又一路乞讨回到了家里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说他父亲叶泰临死前曾留下了一笔财富 这次回家他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到家后 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年对家里的不管不顾而自责 反而一开口就问起了那笔财富 邪泰在世时似乎已经预料到了儿子将来的下场 就悄悄地在叶家后院修了一间小房子 只不过这间房子盖得非常隐秘 上面还加了把锁 一直以来 这间房子就没人去过 叶家上下根本没人知道这个秘密 叶泰临死前把这个门的钥匙给了叶三 在他心里这个仆人比他的儿子可靠多了 并且告诉叶三这笔财富 只能等到叶俊良的儿子15岁的时候才交给他 五 逼问 叶俊良回家后先把妻子叫了过来 问起了财宝的事情 张氏说根本不知道这个秘密 叶俊良又把叶三叫了过来说道 叶老叔 我爹生前是不是曾经留下一笔财富 对于这个少爷 叶三真是恨铁不成钢 不过他作为一个仆人 并不能随便去指责主人 于是他说道 你说的没错 老爷生前确实是留下了一笔财富 不过他当时有话 这笔财富必须得交给小少爷 听了叶三的话 叶俊良喜出望外 他又说 这个家现在还是我说了算 小少爷还小 将来我再交给他就是了 说吧 这个东西到底藏在哪里 叶俊良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叶三自然全部看在了眼里 要是现在把东西拿出来 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挥霍完 为了能给叶家留点东西 他不能把东西交给叶俊良 叶三说 老爷当初只给了我一把钥匙 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再说了 这些东西是老爷留给小少爷的 我不能给你 叶俊良顿时变了脸色 这东西是我们家的 你一个下人拿上算什么 是不是你想据为己有 叶三还是平静地说 老爷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这条命就是老爷给的 我要是想要这些东西的话 还用等到现在吗 不管叶俊良如何说 叶三终究还是不肯答应 六 一条胳膊 见叶三如此态度 叶俊良火了 此时的他已经丧失了理智 气急败坏的 他去厨房找来了一把菜刀 威胁叶三 我现在就是这个家的主人 赶紧把钥匙拿出来 不然的话我拿刀卡了你 看着菜刀 叶三笑了笑说道 你是主人 按理说我一个仆人 对你的话不能不听 但我不能违背老爷对我的嘱托 等到小少爷十五岁时 我自然会把钥匙给他 听了叶三的话 叶俊良顿时大怒 他拿起菜刀就朝着叶三砍了过来 这一刀恰好砍在叶三 仅剩的另一只手臂上 叶俊良当时也是气急败坏 下手不免中了些 竟硬生生的把叶三的手臂砍了下来 此时的叶俊良已经被财宝弄昏了头 对着受伤的叶三不管不顾 却在他身上找起了钥匙 叶三已经没了双手 对于叶俊良的举动 他也无能为力 不久之后 叶俊良拿上钥匙 喜出望外的 跑向了后院的那个小屋 小屋的门很快被打开了 里面出了一个箱子 外什么也没有 箱子上并没有上锁 叶俊良颤抖着手 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张写着叶绝小飞 金毁琢师的纸 看到这八个字 叶俊良待在当地 不久之后 他从小屋子里出来了 小屋子外面 叶三和张氏母子两正站在小屋门口 或许是这些年来的经历让他懊悔不已 也或许是纸上的八个大字深深刺激了他 叶俊良此时没有说话 他走到叶三跟前深深的居了一躬 那邪态到底有没有给叶俊良留下宝物 答案是肯定的 只不过在叶俊良回来后 第一次和叶三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叶三就有了警觉 他赶紧告诉了张氏 张氏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 听了叶三的话 他也大感意外 在张氏的见证下 叶三取出了箱子里面的金银珠宝 交给了叶俊良的儿子 为了能让叶俊良彻底回心转意 叶三又找人写了几个字 他想用这个来刺激一下叶俊良 一条胳膊换来八个字 看起来有点不划算 可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叶俊良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开始走上了正道 在他儿子十五岁时 叶三和张氏把事情的真相 告诉了叶俊良 叶俊良听后虽说有些意外 不过在他眼里 此时的那点财宝 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写在最后 叶三是一个忠心之人 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 必当涌泉相报 这句老话在叶三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叶三的这条命是叶家级的 不管是邪态 还是叶俊良都是他的恩人 为了报答叶家的恩情 在面临贼人的袭击时 他丢了自己的一只胳膊 可谓忠心护主 叶三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为了实现自己对叶俊良 照顾妻儿的承诺 他大意灭亲 打折了自己亲儿子的双腿 面对贼人 他用一条胳膊的代价 换取了张氏母子的平安 这一切都是因为 叶俊良临走时对他的交代 另一方面在叶俊良拿刀威胁 交出钥匙时 他又用另一只胳膊 履行了他对邪态的嘱托 关于忠心老婆的故事 古往今来非常常见 今天的我们如何体现 这种忠心精神 首先做人要有原则 不能因为一点迎头小利 或者一些外在压力 就出卖自己的良心 其次做人要有信誉 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言必行行必过